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这张卡片呢 是一张非常简单的卡片 不需要用什么工具 太多的工具也就是最主要都是它的这个圆圈圈 然后我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卡片呢 那是因为这张卡片是几年前德国奖的 是一个德国设计奖的卡片 所以我想说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要怎么做 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呢你是要准备一张卡片纸 应该是5.5寸乘以8.5寸 也就是21.6公分乘以这个14公分 然后我们要画线 画线在4.25寸的地方 画线也就是10.08公分的地方 画一条线 然后呢 要把它折起来 我已经在前次的这个教学里头告诉过大家 我们画线的时候呢 画线的地方凹进去的叫山谷 另外一边凸出来叫山顶 那我们折的时候都是把山顶折在里头 山谷折在外头 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纸呢 折起来以后就比较不会有裂痕 否则的话 经常有些纸的那个纸质 质料的关系 旁边就会裂开 如果不是按照这个 不是山谷在外面的话 这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卡片纸 下面我们需要的话呢 就是一些圆圈圈 这个圆圈圈呢 就是一共10个圆圈 不一样深浅的黄色 两个 然后呢 绿色我们也是不一样深浅的 有一个深一个浅的绿色 然后两个深一浅的蓝色 一深一浅的粉红色 然后再一个橘色跟一个紫色 当然这个颜色呢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 我发现很重 手工呢 纸的工艺呢 它是这个颜色搭配非常的重要 那 所以我就尽量去照它那个原来 得奖的那个设计来做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先这个 按照它的颜色深浅排起来 我就是把它摆在桌上 然后先把它们这个距离 调整好了 如果中间有洞的话呢 你就稍微把它往中间 稍微推一下 挤一下 怎么样能把它从这里 挪到我的卡片上去呢 而不把它这个弄乱了呢 我就是拿另外一个 一张纸 然后把这个 水溶进的胶涂在上头 这个水溶进的胶的好处就是 粘上去以后你还有一点点时间 可以稍微再做一些调整 就像这样 然后把它贴在上头 好 还要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如果说这个是 这个纸 你们使用的纸有正反面的话呢 就要注意了 因为我刚刚放下去的时候 我是是要是反面好 因为你刚现在把它反过来后 这才是正面 OK 然后稍微再调整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半忙糖 半忙糖的话 也跟棍子 这棍子呢 我就是也是用牙签 拿一张薄一点的纸 不然的话不太好卷 把它卷起来以后呢 可以把它粘在下头 然后上面绑一个丝带 丝带我想就先绑起来好了 今天我用的这个是蓝色的丝带 就像这样 我们现在这个卡片呢 我们也是用这个白色的笔 做一个边 打虚线 那虚线距离它这个边呢 我是0.25寸 0.25寸的话呢 就是大约0.664公分 在这里 画这个线的时候呢 你那个收笔的时候不要飘 就是 力量还是一样 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曲线的宽窄就会 每一个曲线的宽窄就会一样了 像这样 做好了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 粘在后头 粘在这个卡片举上的时候呢 我也是用这个立体的双面面胶 这个 这个 棍子的长短呢 稍微大家自己凭个人喜好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 这样 OK 那这个地方就是空了一块呢 所以我们就要盖一个涂章 OK 然后我要把它裁一下 然后我要把它裁一下 像这种废纸我都不都掉的 因为经常 你就会有需要用到 大概留个八分之一 寸的边 也就是 0.15公分 左右 这样子 这个后面呢 我们就剪一个尾巴 白色先剪起来 OK 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双面面胶 立体的这个胶 立体双面面胶把它粘上去 这个立体双面面胶在这里 用的非常的多 OK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们下次再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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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